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好多朋友们便宜都是因为喝水太少了 但是呢,只要一喝水,晚上就要上好几次厕所 真的是太麻烦了 因此呢,会感到很痛苦的 不喝水了,大便干 那么喝水之后呢,晚上就会起夜 今天小安就给大家分享一道很好的自补汤 不仅能够解决便秘的问题 而且能够害好的职业尿 我家隔壁张大爷自己尝了这道汤呢 几天过后 张大爷发现自己的便秘问题解决了 并且呢,晚上喝得了的水呢,也不用上厕所了 真的是太神奇了 那我这道神奇的自补汤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这道汤的做法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我们随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100克莲子 中医认为 烟尿瓶治疗时 因与益气固本 脾胃双补 瘟养故事为原则 人者性脾胃甘涩 具有补脾止线 益肾射精 养心安神的功效 而且对于心肾不胶引起的情况 有非常好的治疗作用 所以平时的时候我们要多吃一些莲子 莲子还有利于精子的形成 提高男性生殖能力 莲子中所含的磷是细胞的蛋白质主要组成成分 能够帮助机体进行正常的代谢 而且能够有效地维持酸碱平衡 促进精子的形成 在日常饮食过程中 莲子不仅可以鲜食 还可以与其他的食物搭配 制作营养的食物 莲子中含有非常营养的物质 很适合作为日常饮食 特别适合像失眠多梦 已经高血压的患者食用 经常多吃些莲子能够有效地镇静安神 促进睡眠 提高睡眠质量 而莲子形性寒 具有清热解毒 降血脂降血压的功效 莲子的心是发苦的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 一定要把莲子芯去除 莲子清洗干净的 加入清水浸泡着 接下来来准备100克玉米 玉米富含非常丰富的 维生素和因缘元素 其中玉米 止压油酸是重要的抗癌成分 还能够减轻肿瘤患者 化药的毒副作用 玉米还能够有以下的几种功效 第一种就是美容养颜 平时多使用 玉米可以让皮肤变得光滑水嫩 还可以减少脸部的皱纹 消除脸部的色斑 能够淡化黑色素 从而起到美容养颜的功效 第二个好处就是 可以滋润头发 那是因为 玉米能够提供营养物质 是头发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对头发引起的防止白发 还有脱发的功效特别好 还能够让头发变得光滑柔顺 第三种呢就是通便的作用 因为玉米可以消除人体的毒素 还能够清洁肠胃 让肠胃变得通顺 清洗干净的玉米呢 控水捞出来放入锅中 我们开小火 慢慢的把水分炒干 玉米是良性的 经过炒过之后呢 药性就偏于平和啦 玉米的健脾作用 还有滤湿的效果都特别的好 如今的人活动少 吃的而比较多 爱经常的熬夜加班 多食高脂多有厚腻 冰箱的工作压力很大的 特别的容易出现脾虚 湿热 而且会出现头晕 目眩深重 四肢衰老 舌胎厚腻等症状 此刻能够挑选服用 乘一米人来浸脾沥湿 一米炒至表皮微微的发黄 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将炒好的 一米莲子倒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可以多来一些 盖上盖子我们开最小火 焖煮40分钟 煮连锁的时候呢 我们准备一块红薯 红薯不要多 200克就可以了 我们用刮皮刀把红薯的外皮去除 红薯是日常生活中特别常见的一种食物 富含蛋白质 淀粉纤维素 氨基酸 维生素 以及多种矿物质 乳靠癌 保护心脏 预防肺气肿 糖尿病 减肥等功效 红薯 红薯中因为含有大量的 黑染石纤维 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 有排毒通便质功效 并能够延缓餐后血糖称高 很好的辅助调节血糖的作用 红薯富含钾 胡萝卜素 叶酸 有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防止动脉樱化的作用 并且红薯还能够抑制黑色素的产生 能够还好的防止雀斑和老原斑的形成 抑制皮肤老化 保护皮肤弹性 延缓机体的衰老 红薯辟虚之后放到案板上面 我们把缺好皮的红薯切成小块就可以了 几十分钟过去了 这个莲子粥已经逐着软了 这时候把切好的红薯块倒入锅中 搅拌搅拌 再继续煮上15分钟左右的时间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不一会儿的功夫呢 红薯也煮烂了 煮熟了 这里不需要加糖了 因为红薯本来就自带有甜味 如果再加入糖的话会不特别的甜 就不好吃啦 像这样的红薯的口感特别的粉嫩又好吃 一道营养美味的莲子一米红薯汤就完成啦 莲子可以养心益肾 药液多的朋友们可以多吃一些莲子 朋友们都知道 莲子是雪莲磕植物莲的成熟种子 其实莲子这种植物的各个部分都可以作为要用 但各个的作用不同呢 功效有所差异 莲的花蕾俗称荷花 静温未干苦 具有活血止血 去湿消风的功效 荷叶为莲的叶片 荷叶有清热解暑 生发清雅 凉血止血的功效 可用于鼠热凡渴 荷叶为荷的叶饼及花饼 有清鼠除湿 补中义气的功效 主治外感除湿 胸闷不畅 认臣呕吐 态动不安 而莲的视为莲的干燥雄蕊 具有清心固顺 射精止血的功效 能够用于治疗胰倾 滑精尿瓶等症状 荷连为荷的干燥花托 具有止血化瘀的功效 主治奔尿 尿血 痔疮出血 需要注意的是 内部于大肘以及孕妇慎用 偶尾莲的根精 生肉有清热凉血三瘀的功效 而食物就有健脾开胃 益生肌止血的功效 另外 藕加工制成藕粉 有益血止血开胃的功效 藕结微脸等根精结布 就收敛止血化瘀的功效 可用于吐血 脾胃虚热者 预估慎用 好了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你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